文流摇摇随把国得得2018年世界杯冠军,荣英最佳新人的姆巴佩,终于归队了,赢回姆巴佩,阿雷奥拉和金鹏被三名世界冠军后,巴黎圣日尔曼队拍摄了全家福, 大放异彩的姆巴佩出现在C位,核心内马尔,队是最佳射手,卡瓦尼和当时最强门将不逢则出现在照片左侧,这是不逢金下,以自由身转会巴黎后,CNNB组合首次同框,奔届世界杯,大巴黎堪称最大赢家,姆巴佩先在与阿根廷的八分之一决赛一战封神,又在决赛中斩获进球,成为了比肩贝利的新人王, 一时风头无两,卡瓦尼则是将乌拉圭队带进八强的功勋战将,若不是他在四分之一决赛商庭,法国能否过乌拉圭这关还很难说,内马尔虽然未能率领巴西更进一步,但他的彩虹过人,跪地哭泣和招牌式的翻滚动作,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, 桑巴军团输了,他却火遍全球,新赛季法国超级杯,巴黎圣日尔曼队在深圳大运中心4-0完胜摩纳哥轻松夺冠,天使之意没开二度,恩坤库,维阿也各入一球,但最令中国球迷失望的,莫过于没有目睹CNNB强势合体的精彩, 是以不逢首发出战零封对手,内马尔直到第七十五分钟才替补出战,巴黎第八次赢得法国超级杯冠军,但没有了卡尔尼在前场的骚操作,莫巴佩逊雷布吉掩尔的闪电奔袭,大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内战内行,外战外行一直是大巴黎的,通病,上赛季身价超两亿的内马尔加盟球队一度让人看到希望, 但把甲斑霸却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早早出局,不逢今夏转战巴黎后,这支新光熠熠的球队,不但拥有豪华中前场,防线也得到了加固升级, 新赛季即将打响,CNNB组合能否破解黄马的垄断,在欧冠赛事取得突破拿到冠军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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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